说起当时的场景 杨师傅心有余悸 他开的是荣威EI6油电混动轿车 2018年4月买来花了14万多 平时上下班代步 开了29000多公里 他说这咔嚓的声音 在今年2月初准备开车上班时就出现过 就有点咔嚓一声 就这样 哪里发的这个声音 好像就是我感觉是发动机里面 就动不了 仪表盘上显示什么呢 显示就是说一辆车是红的中间一个叉 就是混动系统故障 我跟4S打电话 我说他说过来看一下 我下来又启动一下 要开过来 他给我更新 他当时车子来是能开的 那我们肯定是最小话的 先刷软件再观察再看 刷这个系统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就程序的话 相当于是电脑的软件 重新的话 重新更新一下 我说要里面可能来发电机打开看一下 他说更新了以后都不承受 我再算确定 我说会不会 他说不会的 肯定不会的 他有提到当时启动不了 就是有听到咔嚓一声 这个当时我们有没有对一些部件进行排查 那他过来了 车子的一些很明显的一些东西 我们肯定会给他检查的 但不能说听到咔嚓的一声 我们就把发电机变形箱给他打开 因为修车本身就是个油剪刀方的一个过程 二月份那次故障 扎经理说 因为还在春节假期 店里没有开工单 虽然车辆已经过了质保 但还是免费更新了系统 至于杨师傅提到的三月份这次咔嚓 工作人员也进行了检查 现在的话 我们看下来是里面那个 搏擦的塑料件被磨损掉了 然后现在要更换那个塑料件 我们相信的话 就是说他当时第一次过来 我们肯定电脑毒血过故障码了 因为这个是正常的一个维修的一个逻辑 对吧 他当时没有报那个便宜家里面的故障 我们不可能无缘故把便宜给他拆掉 这个拨插在变速箱里面 他连接的塑料件 为什么会有问题 扎经理说 要寄回厂家去查 目前维修方案还没有确定 因为塑料件出问题 导致拨插也磨损 所以后续无论是维修 还是更换变速箱总成 价格都比较高 但考虑到杨师傅这辆车买来四年 也就开了两万九千多公里 用的比较省 他们向厂家申请了优惠 杨师傅希望赛斯电 能对更换的部件进行延保 扎经理后来反馈 他们愿意给这辆车 换变速箱总成 杨师傅只要出公时费就可以了 同时延保两年两万公里 或者三年一万五千公里 双方还在进一步协商 有白包黄金眼记者报道